戴帽子的热心民眾行進高速公路冒險停車 不斷抽衛生紙遞給連結車內的駕駛 鏡頭拉遠一看 連結車車頭嚴重變形 司機受困車內 只能伸手接過衛生紙止血 消防隊到場後 想辦法破壞車門 要在狹窄空間內救出患者 駕駛醫師清楚 但全身多處傷 消防隊員準備長背板 小心翼翼把人抬出來 受困近一小時 駕駛終於獲救 車禍發生在二十八號上午十一點多 國道一號繫紙交流道 連結車不明原因 自撞護欄往左傾斜 貨櫃橫躺路中 佔據出口匝道 警方出動兩輛大吊車 下午兩點多 才排除事故 恢復通行 那個貨櫃裡面 裡面還不曉得而已 那要明天上班 他們船公司才有辦法查到 事故車輛從基隆港出發 經過繫紙時不明原因翻車 駕駛是六十二歲的侯姓男子 送往急診室觀察 他的家屬透露貨櫃都有過棒 沒有操縱問題 駕駛天天開同一條路線 是有幾十年經驗的資深司機 警方懷疑可能是操作不當翻車 酒測值還有待檢測 駕駛骨折全身多處傷 得休養幾個月才能重新上路 至於為何自撞 得等到行車記錄器被還原後就能解答